然后呢列蓝回圈跑完 那这个中间你可以加上一个sales 就是利用这个每一个出生格 它的位置的一个列跟蓝 就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往这个方向跑 然后呢如果判断了里面的值 假如说是负数的话 那我就把里面的值呢 把它乘上多少呢 乘上这个负1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变成正了 就负负得正了 所以呢我的撰写流程 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样 第一个当然取得列数 那取得列数的话 前面讲过蛮多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以A3当成一个基准 A3就是有点像 我游标放在这个位置 按下Ctrl向下 自动会跳到我这个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自动X部分呢 有点类似 你模拟Ctrl向下 会取得一个X的值 那这个X的值 就是等于17 这个17 那Y的话呢 那就是把游标放在A3 一样放在A3 然后按Ctrl向右 会得到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就是第几蓝 那这个蓝的话呢 就蓝列都有 之后呢 再利用for回圈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先列 再蓝 所以到时候跑的顺序 会是这样的 它会是一列跑完 比如说A 先A3 再B3 C3 一直往这个方向跑 跑完之后呢 它会跑下一列 跑下一列 那当然呢 这个蓝跟列的顺序 其实你也可以颠倒了 也不一定说 你要有列在蓝 那我的习惯是先列在蓝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我就是跑下来 感觉我会觉得 比较比较循序的 那如果你把两个 这个for回圈颠倒的话 其实跑出来 结果也是一样 只是说它 如果这两个颠倒过来 它会先跑 这一篮跑完 A篮跑完 跑到这一个之后 再到这个B3 继续往下 再来C3 一直往下 好 那这个地方范围 决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判断 判断的这个公式就在这里 那一般 你在改写 如果说将来 你会用到类似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改写 那改写的方法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会有一幅的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储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小于零 表示是负数嘛 Zen 这个里面的值 我就给它乘上 负1 再把乘完之后的值 再丢回来 这样的话 里面本来是负数 就会变成正数了 OK 那我上 上个礼拜 有上个礼拜 最后讲过 如果今天好了 我换一个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的需求